今天停課他不知道 对 他已经来一班的 三年二班 小学生紧急呼喊母亲 因为莫着风雨到学校 没想到却停课 原来是因为居服员的干妹妹同事确诊 而他的孩子就是就读这所国小 校方紧急宣布 11号预防性停课一天 超过1600名学生受到影响 也向家长说明 如果临时无法照顾孩子 今天可以送到学校来 特别是这所国小 原本11号要考试 也因为这次事件临时延到12号 居服员相关确诊 已经造成六所学校停课 分别是两所小学停课14天 三所国中1月10号停课一天 一所国小1月10号预防性停课一天 不过也因为居服员的小二儿子 以及安静班同学确诊 匡列人数数百人 目前裁检全部阴性 但两所学校还是停课至寒假 桃园疫情延烧至校园 台北市也不敢大意 台北市教育局严格要求 学生用餐必须使用隔板 现在上体育课及音乐课 也必须全程佩戴口罩 除非是举办比赛 选手上场时 才能暂时脱下口罩 但一下场就要马上戴上 进入三级警戒以来 我们的隔板都没有停止使用过 一直提醒小朋友就随时清洗手 然后吃饭前一定要洗手 部分学校隔板一直未拿掉 就是怕疫情再起 为防疫做万全准备 记者刘志展 杨世叙成家伦 桃园台北采访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